欢迎收看10月17日 周一的东森财经晚报 我是王卫婷 今天首先马上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风的灾情了 在宜兰县的明池山庄这个地方 因为台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情 对外的道路也因此中断了 目前还有200多名的游客跟员工 都受困在山中 但是这个电力已经中断了两天 发电机的油料也都快要耗尽了 原本预计说空投物资的计划 也因为现在天气实在太差 没有办法进行 但是山庄就表示了 现在有一位民众呢 他是癌症患者 快要没有药了 希望能够赶快来抢通 哇 上面的 山壁崩塌土石滑溜 碎石不断往下滚 宜兰县明池山庄受到泥沙台风的影响 黄色泥水倾泻而下 地面一片碎石 停车场也是汪洋一片 对外道路被中断台七线的替代道路 原本可以通行的 一五十一线六点九公里的地方 中午又传出摊坊的情况 那又一次的比较大规模的摊坊 现在我们这边马上调集了 原来在一五十一线上面的这些机具人力 马上进场 进场抢修 两百多名住宿游客跟员工 在道路抢通之前 只能滞留在山庄 无法下山 明池山庄也赶紧提供米粉汤给住客 就怕物资不够 直升机救难大队原先甚至计划 要空投物资到明池停车场 但是因为气候实在不佳 空投的作业临时喊停 我们气候山庄跟明池山庄的客人 都没有办法进出 那目前同时到昨天傍晚的时候 也有接到我们防灾中心的指示 说要我们全力的资源 有其他的游客受困 第二个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用油了 因为台电在一天前就已经没有送电 那都是靠山庄的发电机在发电 那因为发电机的油快要用完了 受困的游客有一位是乳癌患者 身上的用药指到今天 大家都只期盼能够尽快抢通道路 只不过目前台七线86.4到86.6公里的路段 土石摊房的数量高达10万立方公里 抢修非常困难 预计要22日才会抢通变道 东森新闻地方中心宜兰报导 在台北的灾心也不小 在内湖区跟信义区都因为台风 造成了土石坍塌甚至积水 在无星街600校呢 因为这边地处是山坡 所以大雨上下社区的楼梯 就变成小瀑布了 而低洼区泥水更直接冲进了 大家的家门里头 住院就抱怨说 这里是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土石松脱从边坡砸在马路上 公车小心翼翼通过 台北市内湖本来16号大雨 当天已经通报公所抢修 还没完工又发生土石崩落 只剩一边车道 宁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 尤其双北市到处积水 楼梯变成瀑布 雨水往下冲刷 旁边隔几栋房子的上坡处 也是同样情况 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这里是信义区无星街600巷 地处山坡 一夜过去还好已经恢复 可以通行路段 只剩下部分的黄泥巴 还残留在路边 往下走比较低洼的地方 民众可惨了 住户用手比着水淹高度 打开大门 里头还有水痕 那个水还有 你看没办法清 床铺桌以下的物件 泡水能丢的都丢了 住户被淹怕了 还有人早就备好防水板 因为我怕还要下 所以我还没把它拆掉 那个房子盖的时候 它把那边的水溝堵起来 它就往这边下来 无星街583巷近年来 每风大雨避淹水 里长会同议员 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一早就来到现场会刊 居民抱怨连连 说是附近的建案挡住排水系统 才会害他们遭殃 地下水溝看进去 塞满了树枝树叶 水当然排不出去 泥沙台风让台北市信义内湖 两大精华区真的不满泥沙 东西吴燕迅黄书伟在台北报道 同样也是在山区边的房子 这是在新北市细址的 伯爵山庄第三代 台风造成了三项跟六项的山坡 发生了摊坊 不只是电杆断掉了 甚至危急到了电塔 就怕会再向下滑落 今天我们就独家直击到了伯爵山庄 盖在山坡上的社区 好几条巷子都出现像这样 很奇怪的画面 在巷子底是山壁 而山壁上面竟然又有 电塔的规划设计 霉风 狂风 暴雨之名都好担心 就怕万一 大片山壁摊坊 还没回过省 又继续天降大石 就是受到台风大雨侵袭 新北细致伯爵山庄里 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土石流危机 尤其伯爵街三项和六项 还有电杆跟电塔状况最危机 在家里就听到那个 有轰轰轰的声音 那我一开始有一支地震 那我就出来看 就担心这土石继续落 不少已经撤离的居民 17号白天又在返家查看状况 就怕电塔基地不稳 刀下怎么办 跟Google街景图对比 六项这边本来是山坡 绿油有一片 这次好雨都黄了 询问台电目前最新善后处理 第一步是会盖上帆布长达125平方公尺 降低大雨让土石继续松软 另外现有挡土墙功能OK 所以不会再新增 不过在伯爵山庄这里啊 隐忧还不及一处 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壁上边角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座高压电塔 而下方啊几公尺远的旁边 紧邻的就是一大片社区 绕一绕伯爵山庄 其实不少巷子或是路走到底 都有这样的景象 社区旁有山坡或是山坡加电塔 每逢狂风暴雨都令人捏把冷汗 建设数十年的伯爵山庄 一场土石流揭露埋藏的隐忧 居民判就算电塔不会迁离 但至少台电能派人定期来巡视 就怕下次没那么幸运 东森新闻 无猜事业 孟杰在新北报道 在基隆市的华欣一路 也是道路崩塌了 大约有十公尺的马路 全部都像这样子被冲刷掉了 上面还有十多户的居民 现在是完全受困 其中有一名妇人 她现在急需要洗肾 但无法就会怎么办呢 所以市府的公务处跟公所 在评估之后 可能要紧急的搭便桥 让这位居民赶快的顺利通行 我早上走旁边水泥这样上去 它整个都是嫩 是暖的 马路就像是被挖掉一样 中间破了一个大洞 底下全是土石泥流 随着雨势冲刷 摊房的面积越来越大 为基隆七土这边造成的灾情 出现了大面积的道路崩塌 而且道路崩塌的范围很广 它其实床路至少有十公尺长 而且是整面马路直接崩下去 二十公尺以下的地方 连续两天豪雨冲刷 在基隆七土的滑溪一路 发生道路摊房 大约十公尺的路面全部摊掉 崩塌深度大约二十公尺 底下还能见土石流动 由于上面还有十多户居民 现在唯一的一条道路中断 等于是所有人都困在山上 短短不到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啊 它就越来越大 这真的很危险啊 一个女性民众 他现在天天洗剩 一三五的 他现在不能走路 他又没有路可以过 他现在和我们相关大会 先开起来变大 道路一段导致一名 需要洗剩的妇人 无法顺利就医 另外还有独居老翁 每天都骑乘电动车外出 现在也出不去 眼看雨势持续 崩塌的面积 可能还会持续扩大 上面还有十多间的一些住户 还有好几间公庙 那目前还有一个洗剩的人家 他也是要救援下来 去公所这边都会全力来尽力 来协助大家 市府公务处会同公所人员会看 这条路短时间内应该无法修复 加上居民的就医需求 可能要先搭个临时便桥 让人车可以通行 不过这也得等到雨势暂缓 不然整条路面极为松软不稳定 现在只能禁止所有人靠近 避免意外发生 东西人员国宝 排名章 黄谭英 罗定杰 在基隆藏报道 欢迎来来看到 最近在网络上疯传 这一段影片真的是触目惊心 这是在苗栗大安溪的上游 接近水溅温泉的地方 台风天竟然有这两台吉普车 要脱神来作息 结果后方的吉普车根本抵不过急流 就这样死亡翻滚了一大圈 画面曝光之后也被网友来狂酸 这个吉普神车竟然变成了沾水车 至于他们所去的 这个大安溪雪圈温泉附近 真的是让玩家又爱又恨 因为这里挑战性很高 当然风险更高 改中吉普车 拉着越野吉普车涉水 涌场滚滚溪流 才涉水不到一分钟 后方吉普车马上侧翻 急流冲击 吉普车被死亡拖行 翻了整整一圈才回阵 翻车吉普车内 疑似还有人 一旁民众吓到大叫 前方驾驶家族马力 但后方的吉普车还是最终泡水 你要下去啊 画面曝光被po往事发地在大安溪上游 网友狂酸 台风天闯西真的很勇敢 这台吉普车不是泡水车 是沾水车 不少玩家就爱开轻型越野吉普 闯临道还可以向大安溪舞界 台风天溪水暴涨就容易泡水 本身的车量自重不够 就车子的重量不够 一样的跌面机 一样的体积的东西在水里面 越重的话越不容易被冲走 就是它底盘的劲高 比较低 再来过水的话 一定要顺水而下 就是绝对不能逆流而上 这款日系越野吉普车 外型迷你原价不到80万 被抢爆 2019年就停止接单 二手市场喊价近百万 被封为平民版越野神车 19年就已经停止接单了 因为那时候好像车都等三年 以上四年了 大安溪上游 由雪茧野溪温泉 吸引不少玩家跑去泡温泉 但又走的 需要两天时间真的太久 开车速息只要四小时 相对承担风险高又危险 玩家又爱又恨 东森新闻 谢宗安 雪芳在苗栗 蔡凡道 刚刚那台车还只是沾水而已 现在来看到泡水车 这是昨天在士林百林桥下停车场 真的是成为了一片汪洋 可以看到泥瀑布是狂冲了 一整个晚上 大约是有50辆的车子泡在水中 今天一大早很多民众 就赶快来看一下爱车的状况 有的民众真的是崩溃了 因为他们其实在收到通知 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但车子已经泡在水中了 再加上雨势太大也来不及已 车主就无奈又气愤 只能等水退了再赶紧等脱掉业者 来移走爱车 逼逼声就像悲鸣 是林山角度码头 望过去一片汪洋 超过50辆车泡水 水最深高到车门把守 由车辆发动却是进退两难 不少车主是站在河堤 眼睁睁看爱车泡水 还是到大腿啊 还是算真啊 已经退60公分了才到大腿 车主提着裤子踩在泥流里 试图回车上抢救 只是恐怕连车门都很难开启 排气管成了排水管 引擎全是泥巴 外观脏兮兮 车子该怎么办 快到腰部下去 把车上证件先拿走 然后今天再来处理 报废车这样子 就差不多泡半台了 我们这个场几乎都泡很深 士林百灵桥下积水退去 剩下满地泥泞 一早民众连忙赶来看爱车的状况 淹水啊 淹水啊 下午 昨天下午七点跑过来移车 对啊 不能移了 雨水冲进了驾驶座 脚踏垫都是泥水 轮胎上卡着酒瓶树枝 甚至还有机车安全帽被冲到车底 可见当时雨是相当猛烈 这里是水淹的相当严重的三角度码头 当时有水声大概到我的胸口 而现场可以看到呢 还有这个杆子是卡在了轮胎 甚至车里面也相当严重 包含都是泥巴甚至排档杆也遭殃 车内车外全都受害 不幸运的报废 幸运还能发动的也是轻车 轻到崩溃 早上来的时候 大概淹水淹到这个地方 那一般我看隔壁的车子 房车它淹的比较多会到椅子 如果现在地毯还是湿的啦 那我已经尽量 早上的时候已经尽量把它弄干了 拖掉车进进出出 拉了一辆又一辆离开 据了解这些送到最近的士林维修厂 费用也要一千三百元 只是这些车辆不光泥巴要轻 恐怕引擎内装也受损 维修费不小一笔 东西文卢志杰 卓金国方峰网 刘米轩 台北报道 泡水车真的没有救了吗 如果观众朋友 你也遇到了这种状况 可以告诉你 专家来告诉我们说 淹水高度如果超过排气管的话 就建议不要再发动车子了 因为这个电脑的模组跟马达 可能都已经高度的受潮或者进水 这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断电 接着请人直接把车拖回保养场 不过遇到淹水 该如何拯救爱车 记得如果这个积水高度 超过排气管的话 不要发动电源 车子泡水 即便看得到的地方 水退了 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摩基水 没拆开检查之前 很难判定 最怕这个地方出问题 避免车辆因为泡水而造成二度伤害 只要积水超过排气管高度 或是半格轮胎高 尽量不要心急的发动车子 因为坐垫下方的电脑模组 启动马达等周边零件 很可能因为高度受潮或进水 最保险的方式是把电瓶附级拆了 或是请人拖到保养场 另外就怕这些泡水车流入市面 如果要买二手车 如何避免买到泡水车 比如车子的座椅 下面的轨道 做一个初步的判别 拆底下的垫子 如果有泡过水的话 它下面就会生锈吗 有水痕 单一区域泡过水好处理 若是整辆车泡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不管对方整理的多干净 它不可能整个分解一下来洗 一般都会用高压水柱 冲一冲 但是里面有没有 锁死 面对极端气候 一个台风或是一场好大雨 都有可能造成淹水 泡水车就会非常多 下一次 如果你的爱车真的不幸泡水了 针对淹水的高度 做出对的判断 对车辆的损害 才能降到最低 东三新闻红宝请追选 在高雄采访报道 昨天台北的雨真的好大 甚至下进了电梯里头 就像是水帘洞一样 为了要搭电梯 甚至他们还得撑伞 不过其实大家最怕的是 如果搭到了漏水的电梯 不是很危险吗 电梯业者就表示了 因为电梯里面 有很多的管线和电路 碰到水 可能就会造成触电 所以在事发之后 电梯已经紧急的封闭维修 但今天一大早 还是好多楼层的电梯 都还有积水的状况 甚至能听到滴水声 雨大道下进电梯里 民众快步走近 还有人撑起雨伞 躲过雨水 人物电梯门前 变成水连洞 大概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那时候停到上面的时候 就有发现 那个电梯有在漏水 然后等到我已经逛完了 到下午四点多左右 回去的时候 还发现就是还继续在漏 画面观众看的就很夸张 南港CityLink立体停车场 电梯下雨至少持续两个小时 隔天17号一早 电梯还在维修中 当时变成水连洞的电梯 还听得到滴滴答答的水声 电梯门上方水痕清晰可见 在看到二楼电梯前 水寄成一大滩延伸到电梯 可能也因此往下滴 三楼为了避免淹水严重 甚至堆洗沙包 而南港CityLink回应 因为好大雨 建屋外墙缝隙渗水到电梯 第一时间已经请保全 引导顾客改走替代路线 也要求厂商查查 另外因为电梯维修 影响民众权益 17号现场也贴公告 停车不收费 旁边要搭也要劝他不要搭 意外很难预测 对因为这样子 露包天 下雨的电梯 很容易露电吧 不过电梯露水 民众看了都不敢搭 毕竟里头电路管线复杂 最怕碰水 因为当年有很多 像一个矿灯 还有一些电源 都是会散电的 所以说如果说 这些人不是说的话 能容易造成成了 垂涕的散电 万一触碰到底部电线 可能会让乘客触电 再来钢索沾到水 也可能打滑 发生坠涕意外 积水久了 零件腐蚀 也可能造成电梯异常 因此碰到电梯滴水 该走楼梯最安全 可别跟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公司新闻 欢迎订阅 查报到 产业新闻 我们来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的 电动车市况 真的很热络 销量也持续上升高的 整个锂电产业链 都说会成长都翻倍了 甚至说有公司 他们的增长 高达了47倍之多 锂电相关的企业 能够大赚 其实主因就在于 这个锂矿 供不应求 让锂原料的价格 不断地飙涨 现在一顿电池级的 碳酸锂 价格竟然超过了 230万台币 这个价格是 两年前的12倍之多 马力全开 急速奔驰 混动成电双驱动 中国大陆新能源车 销量蓄创新高 带动锂电产业链 获利大翻倍 锂矿双雄 干风里业 天启里业 第三季业基都爆棚 还有公司的净利 同比增长47倍 能一飞冲天 关键在上游 锂原料 持续大涨 碳酸锂 PPDF 用后磷酸锂 甚至电解液原材料 腹肌的胶 石油胶 都出现了暴涨 锂原料涨不停 电池及碳酸锂 现货均价在上新高 每吨超过53万人民币 等于超过台币230万 比年初多九成 是两年前的12倍 其他像氢氧化鲤 两年来也涨9倍以上 价格会屡创新高 是因为供需失衡 现在是很缺的嘛 因为 为什么价格那么高 就是矿不够嘛 鲤我们需要鲤鲤多原材料呀 鲤鲤得花五年建成 资源少但需求多 因为中国大陆 今年新能源车 产量销量都翻倍 市占率已达23.5% 电池需求高 厂商风抢原料 让鲤盐价格飙高 原料产商转薄薄 例如离烟厂天华超进 今年前三季获利 居然超过先前九年 累计总额的3.5倍 中国新能源车市火热 就连得厂BMW也看好 决定转移电动车产线 迷你电动车原本都在英国牛津生产 现在BMW把产线权移中国 原本的工厂未来十年直产油车 英国泰晤士报说 这对英国世纪重大打击 也显现中国大陆新能源车市高速增长 全球车厂兵家必争 董事财经新闻科黄明 黄澳天综合报导 美国现在是持续要狠掐 中国大陆科技业的要害 最近的制裁是什么呢 就是要限制美籍的公民跟永久居民 在任何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企业 都不能够任职 他们算一算外媒就调查发现 现在至少有43名的陆企业高层 都是美国公民 而且他们的位置很核心 所以现在就要看他们 是要美国籍还是要去中国大陆工作 只能二选一 美国对中国大陆晶片精灵不断扩大 现在更罕见限制美籍公民 及永久居民在未获许可下 任职中国半导体企业 直接掐住中国科技要害 从芯片的设计到芯片的制导 设备 芯片材料 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最大晶片设备工艺商之一的 中维半导体创办人兼董事长 尹志瑶和六名现任高管 核心研究人员全是美国公民 不许如此 调查统计就有43名美籍高管 在16家中国上市半导体企业任职 并且都是核心人物 像是CEO副总裁等 也让这些人事面临中国工作 或美国国籍二则一的两难情况 过去你可以透过这些人才 获得美国技术 或是说获得他们的经验 这个管道没了 我们可以试想 如果这个禁令是二三十年前 用在台湾的话 我们今天也不会有台积电 因为张忠谋董事长 他当时可能就是会被限制的范围之内 美国对中国晶片锁猴 掀起的是全球晶片与股市的完美风暴 市场面是全球半导体股遭协系 光是台积电一档个股 市值蒸发源以兆元 产业面是牵动全球半导体生产链 与商机的重组 加上美方最新要求金远代工厂 剔入器生产晶片都得审核 去美化力多恐落空 像鸿海 还有像广达 英叶达这一类的组装厂商 势必会考虑出 要将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产线 云往印度 东南亚等等相对劳工便宜的地区 但是产线的移动 就会势必造成产能的损耗 跟成本的上升 美国下手外 印度英国政府也早已相继为焦中气 印度今年四月 对中国手机厂小米查水表 英国也来猜一咖 让5G网络全面移除华为设备 随着拜登政府与各国 对入器制裁纷纷出拳 也让着面临景气下行阶段的半导体产业 增添变数 东西来新闻 彭德宇副一文综合报导 股市方面我们来看到 台股在上周五大涨了317点 让投资人松了一口气 但真的只是一口气而已 因为这只是一日行情 今天加捐指数又灌破了13000点 现在台股又失守13000了 台积电也再度失守了400元的光卡 现在股汇双杀连新台币也扁破了32元 创下了6年来的心机 分析师就认为了 在这一类股走跌之下 台股随时有可能会跌破上周四的地点 也就是12809点 美元强 外资逃 出口衰 新台币在三大利空轰炸 17日又是股汇双杀 17日新台币盘中一度重扁超过一角 来到32元关卡 创下6年新低 但专家认为这还只是开始 年底前汇率表上的32字头 恐怕成为新常态 外资变新 台股也是脸色铁青 加权指数开低失守万三 最低触及12814点 直逼前低的12809点 中场拉抬力道出现 仍以12966点下跌162点作收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百亿 其中外资就大卖87亿 但等不到反弹台积电又陷入400保卫战 17日以397元下跌15元作收 法人直言台积电下跌容易上涨难 看不到落底讯号散户先别进场接刀 但巴龙周刊则认为市场对台积电恐慌情绪过头了 相较之下水手们跳船显得有志一同 航运股停损卖押陆续出笼 货柜三雄 长荣扬名 盘中一度触发跌停 万海跌幅超过9% 中场跌幅也都破4% 股市动荡更牵涉到劳工的血汗钱 劳动基金截至10月已经大亏3204亿 对此劳动部长许明春坦言 今年很难转正 但以劳退来讲 最低有两年定存利率的收益保障 要请劳工朋友放心 东森财经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台股最近真的是跌跌不收 但是电视面板的示范传来了好消息 出现落底的讯号 受到这个面板厂强力要求 卖价现金成本以下不接单的政策 再加上说三星等大品牌厂 开始有回补库存了 有望推动电视面板 在10月的下旬全面涨价 全自动机器人穿梭物城市 精准完成任务还能避掉障碍物 高尔夫琼甘龙头到IC宅班厂都是客户 友达跨界卖服务要坐时董坐棚双浪 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让友达不只是面板 我们还把智慧制造 独立成为一家公司 对外做服务 很多的产品呢 其实从我们的内场域转成外场域 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销售的产品 另一边群创布局智慧零售 打造AI药装科技店 创造场域互动应用情境 面板双户拼双轨转型 饶本行面板也渴望一扫库存压力 出现落底信号 社交机构集邦科技预期 电视面板价格渴望在10月止跌 并且部分尺寸还有机会调涨 产能驾动上面 已经只有5成5到6成左右的一个产能驾动 平均啊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的话是生产的尺寸 从既有的主流32到55 占据比较多的share 现在以往到65以上 就是65758586这四个超大型面板的尺寸上面去 所以它造成了短期供需上面的一个真空 面板价格有望反弹上涨 主要原因在于供需力道拉动 面板产业长达15个月的下跌 甚至跌破现金成本 为了停止亏损 减少现金流出 供应端面板厂 采用卖价现金成本以下不简单的策略 裁景价格 明年上半年的价格能不能够持续走牙 需求非常重要 中国大陆面板厂 他们愿不愿意持续维持在这一种 利价种的一个状态 假如说需求有回温 可是价动又回到以前的90% 那其实明年 对于明年的电视面板价格 并没有太大一个支持 第四季又为销售旺季 品牌厂将纷纷购入库存来备战 产业趋势逐步好转 面板厂也有望 逐底反弹 东西新闻 柏德玉傅一文正合报导 至于台积电总裁为者家 日前松口表示说 产能的利用率下降的影响 将要调整一下高雄7奈米的建厂规划 这让外界开始担心了 这个是高雄的房价 不过房仲就透露了 高雄的房价已经在高点 除非说现在台积电宣布 我不来高雄了 否则不太会影响高雄的房市 空拍画面拍下台积电高雄厂 怪手机具持续赶勾 长方地基已经有初步轮廓 台积电建筑高雄男子 带动周边房价上扬 不过今年因为升级循环 国际经济情绪动荡 加上房市政策调整 上半年整体讨论升量下降 现在又传出台积电高雄厂 7奈米可能申变消息 让外界担心对房价影响 台积电高雄厂过来可能 只剩28奈米厂 外界担心会不会影响到 男子周边的房价 不过房仲透露 除非台积电宣布不来高雄 否则现在任何消息 都不会影响到周边的房市 110年底 其实已经有涨一大波了 那相对于可能现在房市 会因为台积电的话题 而有所征服 那可能会比较少 房仲透露目前男子周边房价 新建案每平三字头 上看四字头 十年内中古屋成交价 也在二字头以上 房价已在高点 八月之后成交量回温 价格都在合理航行范围 评估市场消息 不会影响房价 高雄市政府也信心喊话 对于预言 南枝产业园区 两座晶圆厂的设置计划 并无改变 因应未来车用 及穿戴式装置 等非逻辑IC市场需求 将以现行28奈米特殊制程 先行投入建厂 日前与南枝产业园区 正式进行动图 高市金发局强调台积电高雄厂 7奈米与28奈米 两座厂建制计划不变 市府尊重企业布局规划 高雄增加至少 1500个就业机会 以及1576亿元年产日 带动产业升级发展 提升整体行资水平 当新闻 邱文佩王国伦 陈招股在高雄报道 现在因为全球经济局势动荡 影响到台湾的房市 不过这反倒成为自住客 进场议价的好时机了吗 因为最近的统计 网络上的城屋物件 有近期暴增了1.5万件 要来降价求售 房州业者就说了 近期屋主他们更愿意来让利 有的附上装潢 有的拉大议价的空间 不只是城屋 就连预售屋都有类似的状况 简约白加上木质吊家具 大面积采光 看出去有无敌绿树景观 为在台北市淡黄区 30平大的物件 屋主要找新买家 罕见海鲜杂重金 全部重新装潢 那现在他把所有的地平 换成全部这种海调型木地板 那搭配我们这边 有很多木板的一个塑雕的部分 感觉会比较温馨一点 那另外它的油漆的部分 其实你看它全市的部分 也重新在油漆粉上 搭配我们这拱形的天花板 省去数百万装潢费 更有吸引力 过去周来客大概2到3组 近期几乎都超过10组 毕竟对自助客来说 房市景气偏弱 但相对的让利空间大 价格也更好谈 统计近期全台降价求售的 城屋案件 已经从7月份的608件 9月份突破1.5万件 其中像是台中有2600多件 是全台湾最多 而另外像是桃园高雄 双北还有台南也都有超过1000多件 降价幅度全台平均落在5.6% 先前涨幅惊人的外围蛋白区 包括屏东加义台东基隆 平均降幅都来到6% 并列第一名 而新北台北新竹降幅也都超过5个百分点 之前房地产市场因为非常的景气 那当然你如果说要买到地段比较好 那屋主的心态上面当然是比较高的 但现阶段在比较松动的情况之下 可谈度应该是比较高 所以蛮建议这个购屋民众 在这段时间可以多做一些功课 现在可以谈 因为可能会去跟那个卖方说谈价 价钱 价钱不错的话 对如果有闲钱的话会想说投资 预售屋也传出市场上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建商 从不二价转为可溢价的销售模式 预计最快年底就能看见房价松动 董事内新闻中云瑞 洪佩玉 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销量是不断的创新高 市场增长快速 也带动了台厂的相关供应链 汽车零件族群有望同步收惠 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呢 来听一下专家解析 电动车急速奔驰 各种路况都能适应 中国大陆新能源车增长快速 带动台厂相关供应链 汽车零件族群有望同步受惠 包括茂顺 包括建林 包括石硕 以及所谓的一个黄田 其中我们就挑茂顺这一档个股 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茂顺9月份月营收表现最好 月增10.3% 那跟去年同期比 也是增加了25.9% 汽车零件族群上半年EPS比一比 茂顺3.17元 建林2.16元 石硕工业3.16元 黄田1.90元 其中台厂茂盛 接单强劲 今年下半年 受惠产品涨价 以及扩产效益 营收获利都有望 在场新高 那公司这边也是正向表现 这个接单目前是满单 订单能见度是看到明年的一个四月底 而且他今年宣布产品涨价10% 在第四季开始 各位也就是10月份 第四季开始 要用新价格来出货 这个对于毛利率的一个提升 是正面性的一个拉抬 汽车零件厂订单满载 其中茂顺下半年将进行第二波产能扩充 新增10%产能 扩充到位后 单月营收有望挑战4亿元 公司赤支8000万元 这边增加这个机台的一个扩产 在增加能力之后 希望照这个第四季 10到12月份的一个产能满载 利用率能够满载之后 来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个需求 所以法人这边正向的一个评比 冒顺在下半年 单月月营收 应该会有机会来挑战4亿元以上 再加上目前我们台币扁扁扁扁 不停扁值效应 所以其实茂顺 它对于今年的一个营收获利 应该是有机会同创历史新高 法院看好汽车林郑族群 后市值得留意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